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此并没有怀疑 短信上说我已经获得了预约HPV9加疫苗的名额 点击网站链接就能接种疫苗 吴女士说当时她已经通过其他渠道完成了接种 但觉得机会难得 就想到把预约名额让给自己的妹妹 吴女士的妹妹点击短信中的网站链接之后 跳转到了所谓的某疫苗待预约平台 她和客服沟通了预约接种的流程 填写了相关个人信息后 对方发来了一个银行账户 并告诉她缴费5800元 就能够成功锁定名额 我付过钱之后 对方说转账错误让我继续转账 我当时就有点怀疑了 就没有继续转账 然后就打电话给客服咨询 但是客服那边说 根本没有发送过网站链接的短信 警方随后调查发现 这背后是一个利用木马病毒获取客户信息 制作山寨网站实施诈骗的团伙 几个月时间内 就有55名被害人上当受骗 被骗金额60多万元 南宁民警告诉记者 看到很多女性对HPV疫苗的重视程度 不断提高 骗子会有针对性地 在各大网络平台上 发布待抢待预约 9价HPV疫苗的虚假消息 一旦受害人上钩 骗子便会开始诱导受害人转账 骗子还会以未备注名字 预约订单被冻结 订单需激活等各类借口为由 不让受害人思考 催促尽快再次转账 收到钱后将受害人拉黑 民警表示 也有部分骗子会发送预约信息 并附带预约网址链接 点进去就是骗子制作的 山寨预约网站 大伙如果在里面 填写了银行卡和验证码 银行卡内的钱 就有可能被骗子转走 请通过官方正规渠道预约疫苗 更不能盲目相信代抢服务 不要轻易透露个人信息 不要随意点击陌生网址 扫描陌生二维码 这种疫苗必须要到正规预约 复材器杀剧维生服务中心 今晚不能盲目相信什么代抢 代预约给广告服务 修到的预约人工个短信 可以打狗个意愿的研发 进行合适 同德的四二高预约 千万期待 一定有提高经理 2024重磅剧线 瑞士民调有限公司 上台中表建筑口贸易 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 2024江西二套瑞士民调展 在南昌市赶江宾馆 聚会举行 6月11号活动结束 现场奥米格 浪琴 梅花 浪池 英纳格 三度市 天梭 罗马等十多个瑞士 原装进口品牌名表 联合让利 上千种名表款式 从瑞士一战直达 全部2.55这起 聚会直销 经典梅花宇宙系列万表 时长价6900元 现实特价2760元 瑞士原装进口大师系列 男士万表 时长价14880元 现实特价4980元 瑞士原装进口太平洋系列万表 时长价18800元 现实特价6980元 6月11号活动结束 地址南昌市甘江宾馆 地址当家栏目 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赞助播出 世界上万发动 进口大夫公开 广告赞助播出 广告赞助 疫苗是预防疾病的有效手段 它可以帮助猫咪建立起免疫力 抵抗一些常见的严重疾病 所以宠物猫也需要按时接种疫苗 而在打疫苗之前 还有个动作别忘了 驱虫要稍微早一点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如果说打疫苗的前一周 我们要进行驱虫的话 这个时候要稍微早一点 给了它一个猫咪 它有一个使用驱虫药 给它对来应急 那么紧接着我们进行免疫的时候 这个时候容易免疫效果不好 猫的身上会有寄生虫 如果是同时要给它驱虫和打疫苗 程老师建议最好两者之间相隔一周 先驱虫再打针 这样疫苗的效果才能更好地得到保证 同时在打疫苗前 如果发现猫的身体状况不佳 也不要着急打 我们要确定我们养的猫猫是健康的 也就是说最近比如说它没有感冒 没有其他的出泄这些个症状 你感觉它的状态非常好 这个时候我们才带它去打疫苗 和人一样 动物如果在身体状况不佳的时候打疫苗 不仅影响疫苗效果 还可能引起不良反应 所以给猫咪打疫苗的时候 最好先看看它的身体健康 以否再进行 我们常用的疫苗呢 就是叫猫妙三多 其实是个三连苗 也就是打一针呀 可以仿三种病 那么哪三种病呢 那么分别是猫瘟 猫卡利奇病 和猫鼻气管炎 这三种病 那么这个疫苗呢 我们一般建议是注射三次 每一次的间隔时间呢 是一个月以上 当然猫咪在接种完疫苗后 可能会出现一些轻微的不适反应 一般会自行恢复 所以打完疫苗的那一段时间 切记不要给猫咪洗澡 在一个星期之内啊 我们不建议去给它洗澡 这个过程因为打疫苗以后啊 它的身体啊 也会有一个适应的一个阶段 如果说给它再增加额外的刺激 一个是它的煤效果会降低 第二个呢 容易引起它生病 当然这个过程中 也不介意打其他的疫苗 或者是驱虫 等到三次全部接种完以后 可以对猫咪进行裁血检测 查看疫苗是否接种成功 我们从保护啊 我们主人家的这个角度啊 我们还要对猫啊 进行这个 方圈疫苗的注射啊 然后这样避免呢 它感染了以后啊 影响到啊 我们这个家庭成员 这冒咪打疫苗 不单是对冒咪辅册 要是对蚕食固人的钱包辅册 毕竟我们现在啊 从我们两个人的病人都不 我们是打疫苗可以披免好多问题 同时啊也希望大家 会拥有双向奔赴的小可爱 我们下期再见 更放心 更放心 绿台双低压榨菜籽油 长康绿台大米 只选用新鲜的大米 天赐美食 粒粒新鲜 长康绿台大米 新鲜的大米 我们希望您的新鲜的大米 请观看 我肯定े です 这 standalone先和我们分享的 今天终于英国动作 真正能播出给我看看 现在电机是越来越好了 真是春有个好季节 好多朋友啊 都列出了腐外周兄弟没有激发 但是这快乐周兄弟不同的是 为了朋友跟个人 有一个快乐 有安全的旅行 我们还是要离行各位 注意些事 出行安全的问题 来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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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 慢点 下来 慢点 注意安全 从右边下 右边 不要走左边 从右边下 右边有那个竹子 从右边下 不要走左边 近日 三名大学生 到南宁市五名区马头镇 龙头峰游玩时 其中一人不慎摔伤了腿 被困在山里 接到求助后 救援人员立即赶赴现场 展开救援 感觉骨折了吗 没骨折 就是弄不了 出血包扎的 感觉能动吗 脚趾头能动吗 脚趾头能动 其他两个人在哪 你们两个都没有事是吧 没事 我不能走 救援人员使用多功能担架 将伤员固定好后 慢慢地往安全地带转移 最终在消防救援人员的护送下 成功将三名被困人员安全送达下山 伤员得到及时救治 救援人员提醒 户外登山游玩时 要提前规划路线 携带充足的食物和保暖衣物 及时返程下山 切勿前往未开发的野山 还是建议大家能够带着急救包出行 只要出去还是有备无患 但如果已经是摔伤了 如果没有急救包 你可以先用你大量的清水 冲洗一下伤口 但是如果它可能会有挫伤 扭伤脱臼 或者是有些骨折的话 那我们就建议不要随便地去移动了 保护好伤口 尽量让我们的伤口 不要再次遇到碰撞 然后我们到安全的地方 赶紧打电话等待救援 救援人员提醒 登山徒步要综合考虑季节 气候 天气 地形 植被等因素 选择相对应的专业装备 并随身携带急救药品 通信工具及简易报警器材 比如手电筒 哨子 喇叭等 如今万物复苏 山野间的蛇类也纷纷出动 大家在野外踏青游玩时 不要轻易翻动石块和草丛 避免被蛇咬上 你觉得我们遇到蛇 谁会比较紧张 蛇紧张还是人紧张 我紧张 我现在可紧张 其实是蛇会更加紧张 有时候蛇的攻击 是因为它觉得不安全 能够不侵入蛇的栖息地 当然就不侵入 我们经常会有一个说 三角形头的是毒蛇 不是三角形头是无毒蛇 但是很难说 比如说你看 像我们的这条小猪鼻蛇 它是无毒蛇 你要是在非常快的时候 你要是判断它 是三角还是不是三角 大概率也很难 如果是被蛇咬过了以后 要看一下我们蛇的咬伤的痕迹 如果是毒蛇的咬伤 往往是两个牙印 无毒蛇往往是两排对称的 就是有那小小的 像两个半月形的咬痕 被蛇咬伤了之后 第一时间千万不要用嘴去吸 第一时间先把判断 是不是有毒 就赶紧是 不是绑在它的伤口上 而是绑在伤口 向心的这一端 那另外的第一件事情 赶紧打 赶紧求助了 此外大家在踏青 出游等户外活动时 要注意做好个人防护 小心毒虫出没 值得注意的是 随着气温回升 红火椅也比较活跃 必须引起大家的重视和防范 红火椅它有一个特性 它就是个性特别敏感 然后它而且特别易怒 就一旦它攻击你 它会不断地攻击你 所以就是为什么 一旦被红火椅咬伤 就会很严重 严重到有时候 可能会危机生命 所以一旦被红火椅咬伤 那么我们需要去用 我们大量的碱性地去冲 就最好比如说像肥皂水 去冲一下我们的伤口 如果严重的话 一定要还是非常快地 要去打我们的 紧急救援的电话 最好最好的方法就是 不要往红火椅 高发的地方去 然后在我们下角的时候 注意观察一下你的脚下 看见有一堆土 看上松松的 可能会在路边 也可能是在树根的 这个部分 椅槽还是非常容易 被辨别出来的 这个季节天气多变 气温起伏不定 大家出游要提前关注 天气预报预警信息 根据最新天气提示 做好出行准备 大家在专门之间 还是要做好一大支准备 提前关注好电影 带上一大支 金融涌到央 以北北市之序 昨年之 出游大将 还是问卷离 欢迎法庭 我们来往一往 告你问题 今天我要一定 往到一位 告好老师 因为最近姐特别富 因为姐呢 她转蛋 今天哥哥 想推荐往我 富了 没有学分 没有作业 没有问答 没有考试 各位们 说个接下来 叫社会科学概论 不过往我 尾西里亚 只干总分几万年 我们一起来 今天不见 今日多名北京师范大学的同学 都在社交平台发帖称 自己在学校收到了一张传单 发现竟是一位老师 在推荐自己一门叫做 社会科学概论的课程 传单上写着 网络课免费的 没有学分 没有作业 没有问答 没有考试 欢迎带你的朋友 伙伴一起来 欢迎把这个听课信息 推荐给你的室友 老乡 班级同学 甚至校外同学们 此外 还留有老师的联系方式 这位老师就是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陈志欣 这张小传单 很快就打动了大批学生 大家纷纷留言 这么真诚的老师 简直太爱了 陈老师的视频平台账号 也迅速涨粉至150多万 记者在陈老师的视频账号 主页看到 这门社会科学概论 涵盖哲学 美学 新闻传播学 人工智能 历史学 考古学 宗教学 伦理学 心理学等多门内容 最长一个视频时长 超过了一小时 专家表示 之所以引发了围观效应 除了传单推销 颠覆了大家 对于教授的课板印象 更多的还是对于 学习本质的回归 那么老师这门课 本身在学校 没有得到一个课堂 然后用这种发传单的方式 吸引孩子们 在线上去进行学习 我觉得这反而是一种 回归学习本质的一个现象 那么我们通过多元化的方式 通过技术的方式 通过这个特别质朴的推广的方式 让孩子们去了解我的课程 甚至是了解一门 你学科以外的一个专业知识 去拓展自己的学习能力和学习范围 那可能这就是我们说教学相长 今日 陈志欣老师也就自己网课的走红 做出回应称 开网课是因为学校的教务系统 没有排上这门课程 所以才直接到同学中进行推荐的 坚持选择开设社会科学概论这门课 主要是因为自己感兴趣 专家表示 对于这样一门可能不会转换为学术成绩 也无助于职称平定的课程 陈志欣教授却坚持用心备课和制作 这顺应了当下社会对于让教育回归教育的期待 也为高校的评价体系带来了新的启示 并不是说我为了短期的评价指标 我去积累我的这个 为短期的这一张纸 或者为短期的我的评价指标 去做所有的功课 那这样的话我们培养出来的人才 可能就是短视的 就是功利化的 我们能够看得到的指标 是不是可以有一些拓展性的指标 可以列入到我们去评价教授 和真正的教学能力里面去 我们也希望教育教学无处不在 对于学生的关注 也是更多元化 更多层面的 那这些可能是我们在教育评价 甚至是在教师评价里面 该去不断地探索 或者是创新的 而且背领要在口头上 现在互联网我们发展 亚维国事先提供了 双向奔赴的条件 大家都会一直往了上 云端礼价 而且监督的姿势 同时告个高女 也得过继续改革 让高女飞跪 高女实在必行 好 天气变得了 美女们是不是敢飞 又到了平台鸡 那样都敢罢子了 没事 今天我来给大家推荐一闻 巨调秤的美味沙拉 帮助我们来 百瘦个国度平台鸡 找调子身上 撇起个小菌子 制作之前 需要准备以下材料 土豆两个 鸡蛋两个 黄瓜一根 胡萝卜半根 金枪鱼100克 切磅50克 蛋黄酱 沙拉酱 黑胡椒少许 第一步清洗食材 将土豆胡萝卜鸡蛋蒸熟 首先我们将准备好的食材 清洗干净 接着将土豆切片 胡萝卜切成小丁 放进盘子里 封上保鲜膜 上火蒸熟 大家一定要记着封了保鲜膜以后再上火蒸 因为保鲜膜能够阻挡水蒸气体的水分进入到土豆里面 如果土豆水分太多的话会影响到稍后土豆泥的口感 我们先用牙签在保鲜膜上扎几个洞 然后让它能够一会儿蒸得会快一点 然后就可以放进锅里 再放入两个鸡蛋 一起蒸就可以了 第二步 制作土豆泥 四十分钟后 土豆 胡萝卜 鸡蛋都蒸熟了 我们将土豆 鸡蛋放入碗中压碎 然后加入一百克金香鱼 蛋黄酱 沙拉酱 接着我们就把它拌匀 第三步 制作黄瓜卷 将清洗好的黄瓜去头尾 用刮刀刮成长片 然后一片一片叠放起来 大家一定要记住 铺好黄瓜以后 一定要用厨房纸巾 把上面的水分吸干 这样一会儿再卷起来的时候 才不会松散 接下来我们就把我们准备好的土豆泥 平铺在黄瓜上 接下来我们就拿出两个蟹肉棒 放在上面就可以开始卷制了 卷的时候我们尽量卷得紧一些 这样一会儿才好切 第四步 分切装盘 黄瓜卷卷好以后 我们就开始分切了 切的时候大家一定要稍微轻一些 这样才容易成型 黄瓜卷分切好后 就可以装盘了 再给它们加上一点小点缀 黄瓜土豆泥沙拉卷就完成了 在我们国家的省西的汪明县有一种土豆 外表比较朴实 算不算好凶状 但是就被称之为中华第一林 我们国家的主人是2000年间的宣言皇帝 要是我们中国人公众的祖先 要是人人的祖祖 今天今天跟我们的节目一起来留下 中华第一林 皇帝林 每到清明时节来自全国各地的阎皇子孙 都会齐聚皇陵桥山 共同祭拜中华始祖 宣言皇帝 表达华夏儿女 慎中追远的前程 和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期盼 自古以来 中华民族顺天敬服 在重要时节或重大事件发生时 会在位于桥山之巅的皇帝林 祭祀祖先 史书记载 公元前110年 汉武帝刘彻率领18万大军北巡朔方 凯旋时 祭皇帝与桥山 从此 在皇帝林祭祀皇帝 成为悠久传统 2006年 皇帝林祭祀 被纳入了第一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祭祀仪式就分为 清明节公祭和重阳节民祭 两种形式 我们都是炎皇子孙 祂是我们共同的祖先 在桥山脚下的轩辕庙里 西侧的碑廊中 整齐陈列着46桶古碑 北宋家幼六年 金明昌六年 元太定二年 走在时间的长廊里 石碑无言 自有斑驳 但却在这厚重的捐刻中 看到了最清晰的历史印记 这块碑刻呢 它是皇帝林宣言庙里边 124通碑刻里边 最早的一通碑刻 它也是一块圣旨碑 而且它是双圣旨碑 这面呢 它是北宋时期的一道圣旨 背面呢 是元代的一道圣旨 宣言庙内一株古柏 苍进挺拔 枝叶繁茂 相传 这株柏树由皇帝 亲手栽植树林 达五千年 被后世称为皇帝守执柏 作为历史的见证者 这株古树 被一代又一代的 中华儿女守护 同时也守望着 源源不断传承的 中华文化 我们进入宣言庙山门 首先映入眼帘的 这株参迁古柏 便是知名的皇帝守执柏 皇帝守执柏呢 高19.5米 地位11.6米 是目前发现世界范围内 树林最老的古柏 也被称之为 世界百书之父 和中华第一柏 皇帝直柏将中华儿女的根 深深扎进黄土地 桥山永翠 古柏长青 五千年皇帝守之柏 见证着中华民族的 风雨历程和沧桑巨变 也延续着阎皇子孙 同根同组的血脉深情 王帝林是海内外 中华人群建个民族神地 跟精神家园 到过来几十个人 最说到个是民族的论度 宣卖的论度 文法的论度 也许对我们整个 中华民族文明的慈好 跟崇拜 好 接下来是 《都市甸甸甸》 记恨地稀有影响 字幕与西山窑窍 城市报夕 从文里 细彻彻夕 细节归期 一时乱兮 乃渡壳 这方兮兮 微琐瑟 欲处又荒兮 重不见天 路线难兮 独后来 南九星我们三个当中 推荐千个舞台明星 整个给我们带来的 美 天快乐 希望你们继续努力 希望在舞台上 还能看到能不能 颠扬上的节目 加油 江西电视台都市频道 温馨提示 头晕 头痛 胸闷 心慌 要警惕 粘稠的血液 正在堵塞您的血管 请及时清洗 血液清 血管通 心脑才好 赌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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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茶壶赌辣 不要紧 让你三高 血粘稠 千万别再赌喽 是啊 就怕赌 用轻血八味片呀 祝您烘血清 心脑好 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 血液粘稠 均属烘血范畴 烘血不清 容易赌 用轻血八味片 祝您烘血清 心脑好 轻血八味片 传承二百七十余年 轻血骨方 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 血液粘稠 认准轻血八味片 祝您烘血清 心脑好 猛奇清解八味片 最近几年啊 我发现我身边的朋友 越来越少出门了 他们说 忙活了大半辈子 总算闲下来了 本该享福了 可是 腰疼 腿疼 腰细酸痛 腰椎肩盘 又出了问题 不敢走 也不敢动 一动啊 腰就带着腿痛 还反反复复 多遗憾 用输筋建腰丸 专要专制 腰椎肩盘突出 引发的腰疼 腿疼 腰细酸痛 输筋建腰丸 传承陈里记 四百年治药精髓 强筋骨 须疼痛 专要专制 腰椎肩盘突出 引发的腰疼 腿疼 腰细酸痛 对阵 腰椎肩盘突出 腰椎肩盘突出 人家获得 输筋建腰丸 广州白云山 陈里记 经典美化宇宙系列万表 现实特价2760元 瑞士原装进口大师系列男士万表 现实特价4980元 好了 今天的节目要给大家看 再见 各位新闻 你好 我们一点本准点粉线 又成功 百分之百 纯芝麻油 太阳波 如果提包 咋 你好 你好 我还是老四干 节目间进来 这整个的点的各位 不见不散 明天再见 拜拜 以前我只知道 这个盐山的米粉特别有名 而且我也经常吃 但是没想到 盐山有这么多特色的小吃 真的是五花八门 你光看样子 有的时候还叫不出它的名字来 咱们还是先从这个米粉开始尝起吧 盐山的米粉很有特点的就是 它是比较粗的这个米粉 跟咱们这个南昌的粉相比 它都有点像这个土豆粉了 这个粗的米粉吃起来就特别的过瘾 很有嚼劲 而且盐山米粉 感谢观看